现在在我们场内接受我采访的是2013中央小姐环球大赛的前三名 这个三大美女在一起 我说太幸福了 每天对着田川烦死我了 好 由来只有新人像吗 我这个人很现实的 不过说起来我刚才听到了有人肚子在咕咕叫 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是我 这种情况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 这种彩排啊集训啊等等 会不会老出现 是啊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意识 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赛 你们真的经历过了才会知道收获到了什么 不要跟我讲收获友情 你不参加比赛也可以收获友情 那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带给你的视频 我参加过比赛 我自己是有感觉的 好吧 你们说说 你先 我觉得我比以前会更自信一些 但是同时也是看到自己的不足 像我以前也会参加一些比赛 我经常就会刷一些小脾气 如果今天服装不合适了 我就会特别不开心 甚至产生一些 哎呀不行我不比了 我不开心了这种 但是现在就是完全不会出现这种状态 是因为我们的组委会 OK你不比不比了 走啊 走啊 我觉得就是在比赛中发现了自己的成长 对 挺好 我在比赛中学会的是做最舒服的自己就好 就是我不喜欢滑解 就是滑解的美是什么 不是说像一个怎样的美女特别气质的站在那 然后说话温温柔柔的 但是我觉得做最舒服的自己就好 我自己是怎么样的 就是怎么样的 我开心就好 那你的收获呢 我相信最多 对 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心路历程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适应能力变强了 最大的感触是在我们下令营37个人的那一会儿 然后那个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7个女人在一起都是一个宣美比赛 我觉得很享受啊 这样的过程一定 对 如果是我 对你是男生 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很特殊 然后而且是你第一次就是不可回避的面对这么多 可爱的不同性格的人女孩 就比如说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要是遇到一个人生观价值观跟我不一样的 我可以选择走开 少接触 对 但是这一次就不行了 必须要跟每一个人都打好交道 然后去了解他们 然后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变强了